英文的口试应该会比国语来的更加容易 可是其实真的没有 对我相信大家都有知道 已经就是那个Segera的Sualan Bay 这件事情脑袋一片空白 我想乱写答案我都不好意思 哈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过了三个月我终于回来啦 这期间呢我就是准备考试 SBM对我就是零无神的SBM考生 所以这支影片呢我会分享到 关于我考SBM的心得心态 然后想法 SBM会不会难啊 然后过程是怎么样的 OK for第一天的国语口试叻 我是国语没有很好的那种人 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国语口试叻 要讲出来哦 平常的水族只能有在妈妈当讲 Ane roti satu的那种level 所以我就考国语口试的时候 是超级紧张的 是考individu的时候考官会来guide你 因为我记得我 第一个问题啊 他问我然后我答另外一个答案 然后他在结尾的时候 会问我多一次那个问题 就给予我们机会去回答 For Kumbulan的话我觉得还行吧 跟队友要有合作 因为如果你跟你的队友 有互相问问题的话 考官就不会来额外给你问题 就好像我跟一个队友呢 有在问来问去啊 过其他的朋友呢 是就静静这样子 考官呢就会给你问题去回答 就跟朋友搞好来先 不要给考官有机会问你问题 OK分享一下就是我 我individu的拿到的题目是 是 就是旅游业 然后 然后 是拿到 是拿到 就是自然生态 第二天呢 就是 英文口试 我对英文的信心呢 是比国语更大更大的 所以就觉得 英文的口试应该会比国语来的更加容易 可是其实真的没有啊 因为 英文的那个计时器啊 我记得是比国语的短 就是很短的时间 你要去想破这样子 我进去那个考场的时候 我的心跳加速 我等你讲 看帅哥 心跳真的都没有 考口试那么快 然后 conclusion就是 我觉得我表达到没有很好啦 因为 真的太太紧张啊 我的那个表现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水准 可是我还是有尽量去用我的塑料 英文去讲point 我的题目呢 是有 Why would you choose this restaurant 它会给你 价钱啊 location popularity 什么因素会让你选择这一间餐厅来 dine in 这样子 还有一个题目呢 就是 The way you revision 我是讲关于 我做时间表啊 然后 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会让我更好的去学习 总之 编故事吧 有point就去讲 第三天 就是考国语听 是 Wuja Menunga的时候 哇 我什么准备都没有做 唯一做的准备就是 早上 拿kotomba去挖耳朵 我两边的耳朵挖 刚刚进家我才去学校 因为 我真的怕我听不到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啦 然后考前的时候 我还是有做这样子的动作 就是 压着我这个耳朵 然后我这样 好 Wuja Menunga就是 去到我们的那个考场了 已经就是 第一次接触我们的 考场的那个桌子 第一次看到我们那个 Sleep SPM的那个 放在桌子的 Sleep Major 如果 如果我国语口试呢 我觉得算是真的 史上最容易 因为之前考 呃 那种练习的时候 还有try的时候 我就是 一个毛线都听不到 这次我是听到 清清楚楚 感觉我的耳朵 是人生这次最有用的时候 就 我的耳朵的 高光时刻 四天真的不要小看英文 这是跟国语的相反 之前考试的时候 它是很容易 诶 你这个可以圈答案 现在圈答案 你不需要听多 第二次 你就可以圈得到答案 可是这次没有 我听了两次 我还是gap到很多的答案 然后它的part 2 是关于那个什么 嗯 用旧东西 创造新物品的 那个charity吧 好像是啦 那一部分 哇 没有一提答案是 你很确定的 全部都是 烤铁烤铁 全一个这样子 还有就是 很多人哦 因为那个car mau的 pine apple jam 还有strawberry jam 感到生气 因为那个car mau 是那个 一个题目啊 就是讲关于 他喜欢strawberry jam 可是因为strawberry 很难去买 所以呢 他只能用pine apple 去做pine apple jam 所以我就心想 诶 为什么他只能strawberry 就变strawberry 为什么用pine apple 虽然我现在在那边 买一个那个car mau 的strawberry 跟pine apple 可是那一题啦 我全对了 所以 写strawberry jam 我朋友对不起咯 又来到正式考试啦 简单算一分 难算十分 国语呢 我是觉得五分啦 因为早上呢 我去跟老师 复习那个ayat song 然后他一提咯 没有出 我就真的很无语 我有复习到 那个bahasa standard 就是把 古代 国语 转换成现代国文 真的有错 我就真的超开心的 我最骄傲的就是把ptis 换成wan 不然有可能之前 我不懂ptis是什么 就直接写ptis 那里就失了一分 这次 我有份 考语真的算蛮虐待人的 是因为第一天就考到 半晚五点 半晚五点 就好像你参加了 co curriculum 出来的那个时间 我回家没有睡觉 是因为 隔了多两天呢 就是考sajara 我的心根本放不下来去睡五觉啦 ok next day 就是考 bahasa English的时候 1到10分呢 我给哈瑞 4分难度啦 真的没有很容易 也没有很难啦 有一个故事是真的很感人 就是 呃 女孩子想要买一个doorhouse 然后 爸爸是为engineer 他没有钱买给他 这点不合理 anyway 就是父亲小时候呢 想要买一个东西 却没有钱 所以就 呃 自己亲手自作 我感动的部分呢 就是父亲告诉女儿就是 带有自己的家的时候 可以把我 建给你的doorhouse 带去你自己的家 父女儿去讲 蛤?可是我不想要离开你耶 父亲就讲 可是我expand 你一定会离开我的 我身为engineer 我可以借屋子借 我都可以借 可是我借不了你的未来 哇 这里就超级超级感人 ok正经回来就是 SPM的英文gap text 是我做过最容易的gap text 因为之前考试的话 我gap text 哇 我一定很喜欢skip down that path 最后才做事 因为我花很多时间 永远找不到最准确的答案 the next day 就是考panditica moral的时候 我给他read 气氛难度 是因为 我主要呢 心思都放在那个sajara上面 所以我没有什么时间去 复习这个moral这一刻 可是我没有什么空题啦 我就是用我的knee line啊 之前会的basic 还有logic去写 可是很残忍喔 那要跟你讲 就是七个essay 只能是写到我们手指的bub the next day 就是sajara 我给他的rate 六分难度 因为我 我是一开始复习的时候 我选择去理解了整个文章的故事 再去paint the point form 可是后面呢 真的太多太多bub了 所以我只能直接去paint the point form 我觉得knee line 会比knee line 来的简单 是因为knee line 我有focus focus去读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知道 一种就是那个sajara soalanbe bocho 这件事情 据我所知啦 每一年的考试一定会有什么sajara 泄题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不用太担心重考这件事情 然后呢 隔天就是mathematica 我可以给他rate11分 没有啦 只是8分啦 因为knee line 是之前不会做的 knee line 也是不会做的 我对数学真的是 打霉的一个科目 可是这次sajara 我居然会超过一半我都会 可是这种时候呢 不要开心的太早啦 因为knee line 我真的很啦 我是之前脑袋一片空白 我想乱写答案我都不好意思 隔天啦 就是size这一科 我给他难度就是6分啦 因为我平常size的那个程度呢 差不多是cgrade 这样子 我也没有觉得他特别难 我也没有觉得他特别容易 所以我希望可以保持grade 或者更好就好了 隔天呢 是考economy 对 我是上课的学生 嗯 economy呢 我给他7分 6-7分这样子啦 是因为我平常上课 可以明白老师讲什么 老师带我们上课 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听得明白 可是一考试的时候呢 就 嗯 好像有一点点难度呢 写不到他那么专业的名词吧 可是呢 后面那一题啦 就有那个 鸡就是 如果养鸡 的饲料变贵了 对 这个卖鸡了 有什么影响 好像是这样子啊 那一题是我复写的题目 所以我就好像看到了 一直不施的希望 抓着去写 我也没有什么空题 就是 有写就会 有机会拿分 所以 不会做啊 真的不要去空题 好 ok next day 就是考account的时候 account呢 我只想说 就是 我可以给他9分10分的一个难度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都超级不喜欢account这一颗 但是他傻度呢 他有给那种圈圈的objective 他给我选择了啊 我还是不知道要选择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丢脸 然后 kattastu的话就是 你一定要被format才会去做 我最拿手的Belange One Tonight 他没有出 然后真的 我有点放弃这一颗 所以 不说了 最后一天啦 就是Bahasa China华语 这一颗呢 我还没有考啦 就是明天会去考 我在那边录影片 就是这个影片上传的时候 我已经考完了 ok 我就在那边做一个总结啊 就是 呃 我觉得SPM呢 对我来讲是一件 非常非常重大 又有点困难 有点决定人生的一个考试啦 就感觉很像 如果没有了这个东西呢 是很像世界崩塌了的感觉 现在的话 会觉得 其实考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压力 你还是有时间去透气 给你去休息 我SPM呢 就是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巧 考场也没有那种非常重的压迫感 这个是我之前 会expect到 哇 去考场一定整个石头压着我 其实真的没有 真的还好 我SPM呢 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生死的一个考试 不过它是很重要 所以尽力而为就好 就不要压力 只要努力 ok 谢谢大家观看也听我说那么多的话 希望有帮助到接下来的考试啊 就那么一点点也好 我以后会 嗯 今天要去发布video 对不起 我消失了大概三个月 真的要探网咯 想要看更多动态呢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见 bye